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没想到立刻是失控坠毁 而且因为他坠机的地点就在机场航下前方 所以当时正好在机场的大陆央视记者是直击过程 而这起意外造成18个人死亡 唯一幸存的是飞机的驾驶员 尼泊尔加德满都机场监视器画面拍下坠机的恐怖瞬间 当飞机坠毁的当下 地面不止冒出火球还扬起浓浓黑烟 这段坠机过程甚至还有大陆央视的记者 正好在机场航下直击 这起空难发生在当地周三上午11点 尼泊尔苏利亚航空的庞巴迪CRJ200小飞机 起飞后不久立即时空坠毁 因为失事地点就在机场附近 不少人目睹经过惊魂未定 搜救人员抵达事故现场 飞机还不断冒着黑烟 而且整片山坡上都能看到四散的残骸 还有支离破碎的飞机尾翼和引擎盖 就连尼泊尔军人都被派到现场支援救灾 这起空难一共造成18人死亡 唯一存活的还是飞机的驾驶员 尼泊尔家属在医院外抱头痛哭 他们的家人是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 他们会搭上这班死亡航班 其实是为了维修飞机 最近事故发生后 加德满都机场一度关闭 因为现在正是尼泊尔的雨季 尽管事发当时没有下雨 不过能见度很低 究竟飞机是机械故障 天气因素 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坠毁 还有待调查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德国内阁24号确认下一次的国会大选 将会在2025年的9月28号来举行 而肖兹24号出席了类型的夏日记者会 明确的宣告 他将会以总理身份来签选 带领社民党争取连任 而德国面对的问题 除了是极端的民粹政党崛起 对于沃尔战争的军援问题 以及美国前总统川普 都可能会再度当选 但是肖兹乐观表示 他认为和川普打对台的民主党人 应该是可以获得胜利 而且他称赞贺锦丽 是非常有能力 经验十足的政治人物 看好贺锦丽可以胜选 但结果当然还是要由美国的选民来决定 而德国政治人物很少直接的支持 外国特定选举的阵营 所以肖兹的直白表态非常罕见 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准备要带打上阵 共和党的网军就把贺锦丽过去狂笑拉 跳舞的画面统统剪接 然后在网络上头流传 但是事弄桥成拙了 因为让贺锦丽网络声量暴增 英国小天后也是力挺了贺锦丽 Z世代的网友就封她是顽童 竞选的团队就顺势把她当成宣传利器 还没赢得总统大卫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先登上明英女王的宝座 除了暴红的椰子树 Kamala Harris is hoping slime green will appeal 网友替她取的新封号 顽童贺锦丽 莱姆绿的绿 原来这些道感谢英国小天后酷娃恰丽 顽童Brett是她爆红新专辑的名称 莱姆绿是封面的视觉 日前她在推文上 盛赞贺锦丽就是顽童 没想到Z世代网友们超认同 立刻诞生大量的民音相挺 根据韦氏字典 Brett 顽童这个字本来带有贬义 只没有礼貌又凡人的小孩 现在变成勇敢做自己的正面意思 现在脸最绿的就是共和党跟川普 本来还猛酸贺锦丽是校婆 现在反而让选民发现 选战不再是死气沉沉的老人吵架 从网路声量来看 共和党芒果干吸睛效果 不如贺锦丽的魔性笑声 而现在保守派的新闻网福斯 已经发出邀请了 他们希望贺锦丽 以及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 在9月份共同来参加 总统大选的辩论 根据了媒体报道 这场辩论会 预计将会在摇摆州 冰州来举行 时间就定在了9月17号 将会由福斯电视台主办 根据了美国高层官员透露 虽然贺锦丽 包括了外交等等政策 都会依循拜登路线 不过如果他顺利入主到白宫 由拜登任命的主要官员 包括了国家安全部苏利文 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国防部长奥斯丁 留任几率都不高 而分析认为了 有党内进步派成员 取代几率很大 但是川普的竞选团队周三 向联邦的选举委员会投诉 表示拜登绞逐连任的期间 他募得了高达了 9000多万美元的款项 不得移交给副总统贺锦丽 作为竞选用途 认为这已经是违规 而美国总统拜登 发表了退选后的首场演说 他表示退选 是为了要团结国家 也承认现在的政坛 更需要年轻的声音 拜登还表示捍卫民主 比任何头衔都重要 所以决定要传承 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 也在他的私人专机上 收看了这场演说 随后在北卡州造势 他帮贺锦丽 取了说谎锦丽的新绰号 终于向全世界交代退选原因 美国总统拜登坦言 是经过深思熟虑后 认为时机到了 拜登在白宫椭圆办公室 发表演说 当下第一夫人吉儿拜登 儿子孙女一家人 都在旁边听着 拜登不断强调爱国保卫民主 绝口不提自己的年龄 和健康疑虑 拜登演说 仅短短12分钟 当下前美国总统川普 是在自己的私人飞机上收看 因为他这一天的行程 是到关键的 北卡罗莱纳州造势 川普在枪击后 一度收敛选选举语言 不针对拜登和贺锦丽 但是在换败之后 看来又恢复 以往的尖酸刻薄 帮贺锦丽取新绰号 但是分析师认为 川普已经没办法 再扩大基本盘 之前表态要挺川普的 马斯克也突然反悔说 从没有说过 每个月要捐4500万美元给川普 如果你没有赚45亿元 你会准备的时间 到时候马斯克最近还转发 恶搞拜登等人的 AI走秀影片 普清变成穿七彩礼服 还有川普和拜登 化身骸客任务的AI影片 看得出来他还是非常的政治狂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第四度的 前往了美国国会演说 不过不管是在国会的殿堂里头 还是在国会大厦外 都能够看到挺巴勒斯坦的侍卫潮 华盛顿的警方甚至动用了催泪瓦斯 胡椒水和闪光弹来驱离民众 而且纳坦雅胡的演说不只是称赞了拜登 他同时也称赞川普 似乎在为美国大选后可能变天 预作准备 左右包夹示威群众喷洒胡椒水 投掷闪光弹催泪瓦斯 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街头一片混乱 示威者光着上半身坐在地上 被胡椒水泼及个个表情痛哭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再度访美 还受邀前往国会演说 面对这位迫害者 停巴勒斯坦民众再度集结上街 跑到哥伦比亚纪念喷泉喷漆 写上哈马斯就要来了 更有人高举哈马斯旗帜 火烧纳坦雅胡头像 甚至美国国旗 场外混乱场内一样热闹 纳坦雅胡财战定位就有人拉开外套 露出抗议标语 演说途中也有民主党议员 举起战争罪的牌子 至于纳坦雅胡演说 先感谢拜登再拍川普马屁 毕竟大选过后 美国谁当家还是未知数 纳坦雅胡演说两面讨好 不外乎就是希望选后 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还是可以坚若磐石 只是在没选混乱之际 纳坦雅胡这趟防美行 讨论度恐怕和西方国家 对他的支持度一样大不如前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乌军近日连连传出了捷报 第79空降旅出动 掌握了俄军的防空系统方位 随后就发射了海马斯火箭摧毁 另外代号黑森林的炮兵侦察旅 也是打掉了一个山毛局的防空系统 另外俄罗斯的情报军官 在莫斯科遭遇了汽车炸弹攻击 疑似是遭到了暗杀 乌军第79空降突击旅 发现俄军道尔防空系统 立刻回传位置 由海马斯火箭精准炸毁 乌军合作无间 立下功劳的还有擅长搜寻 敌军后方代号黑森林的炮兵侦察旅 也成功摧毁俄军山毛局防空系统 乌冬波克罗夫斯方向也有好消息 乌军第110机械化旅靠建设武器 击落苏凯25战斗机 当时两架战机低空飞过 乌军抓准时机发射击落一架 俄乌两军互有攻势 但俄国境内还是不平静 卫星拍下俄罗斯莫罗佐夫斯克空军基地 原本放置S300系统和苏凯34战机的停机坪 出现大片胶痕 除此之外 24号当天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还发生汽车炸弹攻击 监视器拍下爆炸瞬间 而当时车内其实载有一名 俄军情报官和他的妻子 两人都受重伤 疑似遭锁定暗杀 乌克兰亚速营曝光更多 卢干斯克不良司机森林一带 豪钩站镜头 他们从天黑打到天亮取得进展 但俄罗斯仍不放弃在 阿夫迪夫卡方向尝试推进 公布使用烧药自走炮 加强打击前线的乌军 周三俄罗斯也锁定哈尔科夫 摧毁一处瑞士非政府组织 排雷行动基金会的办公大楼 同天还有私人马就预袭冒出大火 俄罗斯一边打仗 一边拿核武威胁 周二派出亚尔斯机动核导弹 发射车展开演习 这也是俄罗斯一个月内 第二次类似的演练 反观曾是全球第三大核武强权的 乌克兰早已没有核武 只能看到当年留下的大量发射设施 这些都源自苏联时期装备 如今重新检视规模 还是很惊人 当时乌克兰也有被称为 撒旦的洲际弹道飞弹 34公尺长 3公尺宽 1万6千公里射程 号称能涵盖地表所有地方 乌克兰还说当时每个指挥站 都有约10个左右的发射警 代表一次能发射10枚 修计弹道飞弹 只不过乌克兰独立后 也在1994年加入禁止核子扩散条约 所以没有任何核子武器 敏感时间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突然选择 出访中国大陆 时间点还是在拜登退选之后 似乎想寻求大陆的影响 找寻结束战争的方法 近期俄乌双方都不同程度的发出 愿意谈判的信号 虽然条件时机还不成熟 但我们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希望在11月 召开第二次和平峰会 随着战争不断拉长 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公布调查显示 现在大约有32%的乌克兰人 同意用某种形式的领土让步 换取和平 相比一年前这个数字只有10% 多多少少显示民众对战争感到疲惫 不想有更多人因战苦牺牲 李新闻 宗文报导 英国的工党内阁上任之后动作不断 国防大臣希利最近就将旋风式的访问欧洲多个国家 并且和德国来签署双边的防卫宣言 强调要深化安全防卫合作建立基础 而英国工党政府致力于寻求改善脱欧之后 和欧盟以及个别成员国的关系 所以频频的向欧洲释出了善意 希利就启动了48小时国防外交行程 首度走访了法 德 波兰 爱沙尼亚 要传达的是在北约优先的一个框架之下 英国会致力和欧盟的盟友来深化防卫连结 访问的行程就希望可以明确传达 欧洲安全是英国工党政府 在对外以及防卫事务方面优先关注的议题 至于先前担任过外交大臣的柯维利 则是表明了要脚筑的是保守党党魁的职务 他强调自己是团结党内的最佳人选 认为应该也需要有广泛吸引力的党魁 不能够再陷入内讧 而预计保守党将会在9月份举行第一轮的选举 11月份将会选出新的党魁 如果能够住在棒球场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美国的印第安纳波利斯 就有一栋改造了近百年历史的老球场公寓建筑 你只要推开窗就能够看到棒球场的草地还有计分板 这简直是棒球迷梦寐以求的住所 尽管地理位置不是很理想 也不是一般住宅区离商业区也有段距离 不过依旧引起非常多当地民众的询问 上百户的住宅瞬间秒杀 推开公寓的窗户 就是一整片草皮棒球场的紧致应用眼帘 没有看错这里曾经是充满加油声的小联盟棒球场 位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这座将近百年历史的布希球场 经历辉煌之后遭到废弃 变成2000多辆报废车的停放处 球场的草长的比人还要高 但现在完全换人一心 华森是保存历史地标被盈利组织的主席 因为不舍得看到布希球场无人接受即将被拆除 在2011年召集开发商还有投资人 决定把废弃的球场变身成为公寓住宅 市政府让开发商用一块美金买下球场 其中一项条件就是要求在球场附近 要再盖四栋能容纳上百住户的公寓建筑 尽管整个改建过程碰到很多工程问题 但开发商花了两年的时间就改建完工 并且保留相当多棒球场才有的特色 在建议中,我们想要是在地区的地区 我们没有想要把所有地区的地区 所以我们 designed it such that 当你走进入地区 你 felt like你会进入地区的地区 rather than an apartment building 我们换了个标签在地区 包括球场顶端的记者采访区 甚至是以往的售票口全都留存下来 为公寓增添独特的卖点 棒球公寓租房 900美元起跳不但有读书空间 还有带有棒球场历史气息的健身房 球场公寓有一房一厅 还有两房的不同形式 但都有风格特殊的小阳台 尽管球场公寓充满创意 但附近不是住宅区 也没有商业活动 业者其实很担心公寓根本罚人问津 但在完工之后发现 这些担忧都是多余的 借由重新改造 不但将历史建筑完整保留下来 也让更多人能够追寻小时候没有完成的棒球梦 又或是保留一家一起看棒球比赛的美好回忆 都让这座棒球公寓比起一般住宅区更充满意义 区别新闻综合报道 接着要带您掌握的是美国动态 巴勒斯坦国内14个派别在北京对话大和解 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与会 包括了民族解放运动法塔 和武装组织哈马斯签署结束分裂 加强团结的北京宣言 同意成立联合政府聚焦在加萨战后的治理 寻求独立建国 贺锦丽宣布要搅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 支持率有所拉升 路透的民调显示了 贺锦丽支持率超过了前川普两个百分点 另外雅虎的民调显示两个人平手 川普阵营的民调专家则认为 贺锦丽正在经历的是民调的蜜月期 父母是移民的不少Z世代儿女 由于受不了了健保很昂贵 对房租高涨还有学贷压力 以及政治制度的混乱 觉得永远都不可能出人头地了 在毁灭主义的影响之下 他们放弃了美国梦 选择远走他乡 资安公司现在更新了 防毒软体出错 就导致了上百万台的电脑式大档机 这也意外凸显出了企业的贫富差距 微软和Cloudstrike的大客户 都能够迅速来取得支援 中小企业是没有资源 人才能够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好大档机造成了10亿的一个损失 赔偿问题还没有解决 已经有歹徒趁机就送出了钓鱼邮件 他们冒充防毒软体的员工 或者是专案技术人员 声称能够替企业或者是个人受害电脑解决问题 而政府的治安部门警告了电脑用户要慎防有诈 以上的讯息是由美国世界日报所提供 时时回来我们关心凯米台风 它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 已经从宜兰南澳来登陆 而凯米先在东部的沿岸 打转了很久之后才登陆了 所以这种非常不寻常的路径 带来的语量值得关注 在地位数人都是尾巴赛 和13人都被决定到台风속 人家决定通过的地域 许多更多也被决定 然后预警被决定为 日快地离开 让台风格开始 尾巴赛 尾巴赛 贾到弱雾 我还要练为台风 也有重大距反 这是因为之际 但そ明是积极梦 阳的哈汇 尾巴赛 而宜蘭从昨天 傍晚5点开始 就有许多地方是淹水的 一直到了今天早上 部分地方的水是没有退去 尤其是在壮围 武捷 东山等低洼的地区 这里又有许多的田地 根本排水不及 所以农田已经变成了汪洋一片 都快要分不清楚 是马路还是豆田了 而两天的累积雨量 在太平山的部分 已经是超过了上千毫米 年前汪洋一片完全分不出稻田 还是马路 大量的水不断涌出 一波接着一波 又如海浪般来袭 宜蘭撞为香美孚村的稻田 整个被淹没 博游路面积水严重 车辆行经困难 雨刷狂刷前挡风玻璃 依旧满是雨水 根本看不清视线 还有开到一半被困住 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往前进 田中的民宅周边被水包围 孤零零助力在中间 就像一座孤岛 民众穿着拖鞋短裤 水位超过狡猾以上 海密台风强势西台 依然惨遭肆虐 大雨不停下 不只撞为水淹路面 东山乡五渊村也淹水严重 周围树木被强风吹得摇来晃去 车辆一辆辆开过 见起不小水花 甚至直接喷往 对上车辆的挡风玻璃 另外在五节乡 竟然有遮雨棚就挂在电线上 随风摇来晃去 甚至残破不堪 台风带来惊人 于是宜兰太平山 23到25号早上7点 累计雨量破千 东山撞围 也都分别有329毫米和223毫米 非常可观 造成地洼地区淹水严重 不少农作物受损 三星葱现在不止进水 葱管也折损 让葱农很苦闹 受到台风影响 三星葱损失金额 大约210万 其他农作物部分 农损面积大约34公顷 损失金额将近372万 宜兰这回受到的影响不孝 只盼台风过后 吸奈的家园 辛苦跟踪的农作物 能够尽快恢复 TVB的新闻 简单程何可言 宜兰采访报道 凯米台风所带来的雨势 是相当惊人 南部地区多处都有灾情 台南的后壁区 上潔东地区 稻田已经变成了汪洋大海 矗立在了田中的民宅 瞬间变成孤岛 消防人员紧急救出了 四位民众 另外是巴掌溪的溪水 也是暴涨的 为了安全起见 路面只好紧急封闭 现在几个人在 这我两个罩 这两个车都不给你们 在丢了 他没看 管管黄泥流 淹没了路面和稻田 大水狂淹到成年男子的腰部 水深超高 明明是一般道路 却像一条大河流一样 救护人员还要攀爬铁栅栏 才能进入民宅救人 好了 攀爬了 民众搭乘橡皮艇 在消防人员的支援下 总算脱困 原来这里是台南后币区 上杰东 当地种植许多稻米 民众的住家位于田中 没想到清晨五点半左右 外头的水淹进民宅 四人受困 其中还有两人行动不便 消防人员抢救后 四人已经到后币区公所安置 同样的淹水情况还有这里 所以你们还要上班 所以现在没有办法过去怎么办 那就回家吧 雨下太大 让巴掌溪的溪水暴涨 夹带着泥石的河水 十分惊人 堤防破损 农田变成一片汪洋 这里同样是台南后币上茄冬 为了避免发生危险 已经紧急封闭道路 许多民众只好绕道而行 或者后避上茄冬风路 南华市区的北辽桥 也因为水位太高 紧急封桥 短短24小时内 白河区的累积雨量 就高达522毫米 台风带来的惊人雨势 各地陆续传出灾情 民众千万要特别留意 TVBS新闻 顾首昌徐一顿台南报导 而在屏东有多个地区 也是受到了凯米台风的威力影响 导致陆树倒塌 消防设备损坏等等灾情 长治香淹水的高度 已经到达了小腿肚 另外还有民宅一楼家具都泡水 有居民苦衷作乐 他们拿起了塑胶箱 然后就在家门口前划船游泳 坐在橘色的大塑胶箱 滂沱大雨中就像是在划船一样 不过仔细一看会发现 这里根本不是河边 开米台风席台带来强烈雨势 民众不用出门就发现 水已经淹到自家门口 大雨一直下 水也退不了 只能苦中作乐 在水中游泳 或是挑战在狂风暴雨中骑自行车 这次屏东淹水状况 真的可以说是相当严重 不少地方都传出灾情 同样在长治香部分住家 甚至淹到小腿高度 另外德荣村下错街 更是被水完全覆盖 整条马路完全看不见路面 就像一条小河淹到半个轮胎高 就连村庄也没能幸免于难 滚滚黄沙泥流 从高树乡太和路山上流下 居民开车都只能涉水而过 还有平哥大附近也出现积水 至于河深市场旁 也是降下好雨 同样导致淹水灾情 即使雨刷已经开到最高速 人刷不掉玻璃上的雨水 但还是能看见水已经淹没整条道路 凯米台风来势汹汹 不只带来大雨 狂风甚至将大树吹倒 挡住往来道路 而在东港华侨市场前 开车经过眼前却是雪白一片 还以为哪里降下大雨 原来是台风导致消防系统故障 才会产生这样的景象 只能说台风天上路还是要 随时注意路况 避免危险发生 而在凯米强风的吹息之下 昨天傍晚最强的阵风达到了14节 花莲市区的美轮饭店成租员工宿舍 顶楼扎盖女儿墙就掉落下来 砸上的是底下的轿车 酿成了一死一伤 死者是门诺的护理师 美轮饭店就回应了 12年前他们乘租这个大楼 就已经有顶楼扎盖的部分 可能是年久失修造成意外 而目前受伤的7岁男童 还没有脱离险境 狂风呼呼吹 顶楼铁皮整片掀开 石砖造的女儿墙也不敌 墙风侵袭 吹枝掉落 飘的一声 砸中正下方的白色轿车 车绳巨的摇晃 零件玻璃瞬间喷飞 第一时间驾驶踩油门往前开 震碎的车壳还留在原地 后座的妻子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7岁的儿子命为松医 当时我在房间的时候 就是突然听到楼下有巨响 然后我就往窗户外面看 就有看到一台白色车被砸 然后那时候就立马冲下去 帮忙救人 小孩就是肚子稍微就是 在类似这样抽薰 那个女生的话 就是没什么生命技巧 目击民众是刚搬来对面 半年的住户 24号傍晚5点半左右 花莲市区中心路上 刮起14级强阵风 六层楼高的女儿墙不堪负荷 砸中底下白车的后车厢 热心民众冲上前帮忙 协助母子脱困 45岁的高姓妇人 送往慈禁医院 还是回天乏术 7岁的儿子重伤 一时不轻 目前还在小儿加护病房 尚未脱离险境 女儿墙掉落大楼 是每轮饭店租来当员工宿舍 新屋主12年前买下这栋建筑 当时顶楼加盖就已经存在 事发当下饭店协理 前往医院维稳家属 顶楼加盖平常并没有使用 似乎是年久失收被吹垮 饭店强调会持续联系家属 医药费的部分也会主动协助 女儿墙不敌开米墙风掉落 也导致一家三口一死一伤 天人永隔 T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持续来追踪 遭到女儿墙砸中的一家人 他们是布农族人 爸爸是原家中心的督导 妈妈则是门诺医院护理师 当天下午门诊停整了 他中午就下班 一家三口是到傍晚才出门去采买 只是车子停不到 一秒就发生汗事 爸爸心碎表示一切真的太突然 希望急救中的儿子可以挺过难关 我们实际爬上了美轮饭店宿舍 隔壁大楼的屋顶 可以看到这个顶家铁皮 是完全承受不住 昨天晚间的狂风暴雨 因而掀起来砸向了女儿墙 让女儿墙倒塌 从六楼砸到一楼发生了汗事 一块石砖震碎 幸福美满的家庭 当时驾驶马姓男子 左脚缠纱布 右手拿雨伞当拐杖 一搏一搏现身排出所 回祥事发经过 男童爸爸声音颤抖 说一切发生的太突然 其他家属也形同发文写下 上一秒还好好的 下一秒就发生不幸 强调家人绝对不是台风天出门玩 这一家人是布农族人 爸爸是原家中心的督导 妈妈则是门诺医院的门诊护理师 已经有八年资历 一线人员台风天冒风雨上班 当天下午门诊停诊 十二点半下班 傍晚一家三口开车 去附近超商买东西 却再也无法一起回家 这现在因为脑 脑壳破掉 现在还在插管 现在等那个 把里面清除 现在这三天是危机行线 七岁男童才刚要上小一 家属说他个性活泼坏象 全家感情好 爸爸都会带儿子接送妈妈上下班 事发现场屋顶的铁皮 还是摇摇欲坠 是不是违建还要等建管单位确诊 无奈憾事已经发生 县夫表示会替伤亡者争取最大补助 现在所有人都希望奇迹出现 男童能平安渡过南关 TBS新闻综合报道 而这是台风天居然还要客人 冒着风雨去领货 这回引发争议的是知名的 蛋黄苏业者陈耀讯 他们宣布24号25号台风天 他们都正常营业 但是要客人如期来取货 如果没有领 只能够顺言到隔天下午 最后如果你都没有来 就视同放弃 也不能够退款 只能够改拿等价的面包 对此北市的法务局表示 他们已经收到了三件消费者的申诉 强调业者应该要提供退费 或者是代管的方案 台风天还是有不少民众 顶着风雨出门 而且就在这边排队 现场已经有大概二十几个人 而他们就是要来领陈耀讯 因为今天不领 明天可以再演一天 但如果再不领的话 就会被当作是放弃 陈耀讯中午12点开放 领蛋黄苏还没到时间 就有将近30人排队 最早的11点半就来了 甚至晚点到媒体房站 只能挤在巷子 但真的没法来 只能自认倒霉 因为mail就写明 预期未取货 视同放弃也不能退款 事后提供等价面包代替 网友不懂 那第三天的蛋黄苏 是要销毁吗 而常问可以放补贴 为何只有两天可取货 甚至有人打电话去问 却被呛台风天 不是我的问题 卖方的市场 你如果愿意你就来 你不能说因为台风天 说真的这个台风天也不是这样 你也可以选择不要 他们的预备 我是觉得往后还是要准备 因为毕竟蛋黄苏这种东西 如果在中秋写钱的话 遇到台风的机会还是很大 没有Plan B 坚持不能改单 网友怒劈太拽 要放到黑名单据吃 为何要让支持的顾客 冒风于取货 甚至问之前钱赚那么多 这一点都不愿意承担吗 对此揭稿前 尚未联系上相关人员 官网上也没有多做回应 但北市法务局 已经接获三件消费申诉 等同于要求消费者 是拿生命身体对赌 替代方案 例如开放全额退费 或者是代为保管 消保官提醒 如果订单被取消 都是可以申请消费申诉 避免店家自定不合理游戏规则 让民众全益受损 又影响安全 TVBS新闻 两男家提台北厂报道 南韩的冀州岛 现在大胆提出了 2035的碳中和目标 比南韩政府的计划 提早了15年实现 当地是有一座 绿色的氢气生产基地 生产的氢气 可以提供巴士 以及轿车使用 冀州岛还把基础的电力 转换为绿色氢农 广泛的应用在了 住宅用的能源 还有农地等等领域 同时也扩充生产设施 以及充电站 实施的是无碳之岛的梦想 被称为风之岛的冀州 海上和滨海公路附近 设置多部风力发电机 当地还有一座 绿色氢气生产基地 绿色氢气生产基地 每天最多生产一吨的绿色氢气 进林转型先驱标杆 以后探设数据充电所 同时扩充生产设施和充电站 全是几色氢气生产 次周道更大胆提出 2035碳中和的目标 比南韓政府的计划提早15年实现 零碳汽州岛不是口号而已 早在2011年当时 汽州岛就被南韩环境部 选定为电动车实验区 终极目标是到2030年 让岛上居民全部使用电动车 实现汽车零碳排 汽州岛先天的自然景观 也吸引外国游客来安排自行车环岛行程 男女4名씩8名으로 구성된 이들 동호회 회원들은 4박5일간 해안선을 따라 제주를 한 바퀴 돌고 또 한라산을 횡단하는 강행군을 펼칠 예정입니다 기주岛一边力拼近零碳排 一边力推观光 然而过多的海外游客造访 也可能对当地的生态造成破坏 必须在观光材和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体育编子新闻综合报道 掌控消息 国防部宣布了 原定要执行五天四夜的汉光40号演习 为了因应的是凯米台风的灾情 所以目前已经通知了三军部队 在中午12点的时候结束整个活动 而各级的部队立即转换任务 协助地方政府来进行灾害的防治 以及救助的工作 以发挥政府的整体灾防能量 确保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以上有最新消息提供给您 而接着要带您来看到 是台湾有70%以上的面积 都是山坡地以及高山林地 台风季来临了 坡地的灾害像是土石流 山崩的预防就要提高警觉 而国家气候变迁科学报告就指出了 地震又加上了极端的降雨 全台坡地的灾害 将会增加 而全台有15个县市的山区 都被列为了抑制在地区 靠近猫空缆车的山坡地 民国97年曾发生坍塌 基座裸露 经过整治 这里仍被视为重点关注区域 关注点位的话是在我们台风的时候 比如海上警报发布的时候 或者是豪大雨 或者是地震的时候 这边都是我们关注的地方 请祭司来针对于这些地方 看看他的排水系统有没有正常 然后拼命有没有开业的部分 来作为我们一个判断安全的一个依据 使用微型装挡土墙 加强顶部位崩塌土体稳固 再用地毛隔粮提供主动阻抗力 直升腹域则用来防止冲刷 这整个边坡是列管边坡 它主要的话 在上部的地方是用地毛的部分 地毛的结构 我们看到这边坡的地毛的结构 那这是有我们设的一些仪器 例如说地毛货重剂 我们主要就是针对说 这边既有的已经整治好的一个 不管是边坡的主要设施 包含地毛型框还有排装等等 那以及我们就是会沿着我们这个 已经做好的巡检步道 那以及我们已经现在巡棠的时候 相关的一个排水设施 它的排水路有没有保持畅通 以及它的那个沟壁的一个部分 有没有裂开等等 这个我们都会加以注意 这一片斜坡涵盖三种地质状况 用了六种工法来稳固 台湾地处太平洋地震带 受到自然力量影响 坡地灾害频繁发生 台湾有非常多的山坡地 住在山坡上的这些居民 被视为是保存的对象 台湾来之前就要做好激动巡棠 确保坡地安全 最主要是看它的排水设施 有没有畅通 那便是说在下豪雨的时候 就是它的排水会通畅 那不会水就是漫流 充实在坡面这样子 那这边都已经经过了整治 它的那个设施都是 都是安全的 我们只是说看这个设施 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了之后 是不是说有老旧的一个状况发生这样子 过去的土杀灾害经验 提醒政府加强防灾措施 然而气候变迁 可能加剧对坡地的影响及冲击 土杀灾害呢 其实就是水宝界也很常用的一个名字 就是山崩就是土杀出来了 进到河床里头 如果是沿着小溪口就 比较容易造成土石流 打开地形图 找出土石流扇 师大地理系副教授沈淑敏 长期研究地形及自然灾害 住在这边到底是安全还是不安全 它不是二分法 其实平常都没事 可能十年你也碰不到一次 但是它确实是土石流作用造成的地形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台湾有70%以上的面积是山坡地及高山林地 加上天气系统影响 平均降雨量丰沛 季节性降雨差异大 因为台湾坡斗流济嘛 然后溪沟又很发达 地层又很破碎 坡度又很陡峭 这些先天的条件 让我们山区的地形变动就比较快速 如何预测未来 因为我们也不晓得下一次的降雨 会多大 很大的地震什么时候来 我们其实现在科学的研究 还一直在努力中 所以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找到什么地方 比较容易再发生这些地形变动 极端降雨导致土壤松动 造成土石不稳定 容易发生自然灾害 但其实台湾还有很多溪流 形成的土石流散上 没有被划设为土石流前世溪流 或者影响范围 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地形特征 让在地的民众 或者其他地区的人都可以了解 既然有一个地形上是土石流散的出现 我们就必须要警觉 在很强降雨的情况之下 它有可能再次发生土石流 另一方面过度开发超限利用 将使坡地灾害发生更加频繁 人类要与大自然和平共处 减少灾害对自身的反扑 TVBS新闻谢贤熙 往后与台北采访报导 我是展书涵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